龍年行大運龍效九千 而且在上一集的節目當中 我們不但跟各位分享了繁花 這樣的一個操盤性質的手法 順便也把未來的行情 跟各位來做報告 那麼未來的行情裡面 請各位要特別留意 我們認為在過年的當下 其實各位稍微留意一下下 來看一下美國股市的一個情況好了 那麼美國股市這次最好的狀況在於說 你看這是一月份的月線 一月份的月線它是往上開 它是往上開 還好我們在封關之前 是在二月初的一個情況之下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個是往上開的行情之後 我想這個部分大家心裡頭應該是有底了 也就是說在往上開的情形之下 過年的這幾天當中 其實各位不必太擔心 基本上都有機會能夠好好把握住未來的一個狀況 甚至我們昨天也跟各位來聊一個 那麼過年你可能正在追劇 那現在可能在某些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愛來愛去的那個部分讓你自己去看 但是各位股市的手法呢 昨天那一集節目各位看到沒有 你也可以YouTube去把它點出來 基本上來說它整個一個手法 我都跟各位來做介紹了 那麼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跟各位講 千萬不要在人家放利多的時候 千萬不要在主力放利多的時候 你才跑進去買伺服器 漲漲漲漲漲漲漲到後面的時候 哇每個人搜尋去年搜尋最大的就是偽創 買在多少160塊 今年會不會解套 我認為今年會解套 但是年啊 年字是什麼 就是黏在你身上的感覺 你看到沒有 這裡整整黏了半年 我聽說很多老師在這邊天天講偽創 天天講偽創 到最後的時候產後都停損掉了 我聽說很多老師說天天講偽創 後面漲上來就說你看我好厲害 我問你一件事你真的是要這樣參加嗎 套勞半年從160塊錢套勞到100塊錢 我說過這地方來講的話你看到沒有 主力他們都在下車了 融資跟融卷都在下車了 融資跟融卷都在下車了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其實你一邊看劇 一邊還是可以掌握住這樣的一些訊息 所以今天來說的話我們有兩件事情 先跟各位報告 第一個在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有二月份的標股讓各位來領取 也歡迎各位在過年的期間裡面 直接先掃線直接去領取 因為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們不用讓值班的人員 那麼這麼辛苦 那麼可以說一個一個去傳 而且現在來講的話已經到了一個 所謂新的一個年代 大家都已經進入電腦的年代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裡面索取相關性質的股票 第二個部分來說的話 那麼很重要的一點今天來談另外一個事情 各位注意 來談另外一部電影叫金手指 那金手指 假如各位最近還有在看的話 這兩個應該更紅 一個叫做劉德華 一個叫梁朝偉 那事實上來講的話 那麼一開播的第一天 我就趕快跑進去看了 甚至我還去裝了一個這個樣子 裝可愛 但是跟各位講一件事 那裡面一個非常 最後金手指 你猜 他是一個香港的一個代表 香港政府 但ACA系列的人員 基本上有沒有抓到他 沒有抓到 沒有成功 為什麼說沒有成功 反正你去看劇情就知道 總之呢 他並不是各位所想像這樣 那麼劇情大概簡單的講是說 這個金手指這個梁朝偉 所代表的這個董事長 或者董事長後面 因為董事長是掛別人的名字 董事長後面這個金主 這個草家 基本上他的做法是什麼 這是兩種不同的情態 我們昨天講的是說 假如說 你碰到的是這種寶種 還是這種強種繁花的 主力操盤手法 用這個所謂的 資券八大要領來給你操盤的 從這個所謂 融資減 融券增加 融資增加 融券增加 用這個方式 然後到了高檔的時候 讓融資衝進去 然後他自己跑掉 自己跑掉 這個手法 至於金手指的方法的話 各位更要聽清楚 特別是年輕的朋友 這種公司就是 他先開第一家 再開第二家 第三家 第四家 他就一個集團 好像不停不停的都在開公司 他永遠開不完的公司 每次開完 那家公司可能上去下來 我就不方便點名誰了 你去看一下很多 台灣有很多公司 今天有這支公司 然後後來 我又開一個子公司 又上去 我又開另外一個子公司 上去下來 每一支股票都是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然後套在上面的人 特別的多 所以當然他演這個人 這個罪孽更深重 因為他就一直炒這個股票 然後他一直抓說 你到底有沒有內先交易 等等這個情況 但是他怎麼把它炒上去呢 裡面當然有很多 例如說他們做主力的人 基本上來說的話 還會保證對方的收益 保證價格 例如說這張股票 從10塊錢到22塊錢 如果跌到16塊 我通通保證給你買回來 他要通通保證買回來 那他憑什麼有這個錢 憑什麼一團一團 然後一下子開帆船公司 一下子開什麼 所以假如說 我現在講一件事情 2330的台積電 為什麼這些年來台積電 這麼受到大家的信任 最重要的一點是說 台積電一直專注於他的本業 你沒有聽到說台積電 今天在開那個公司 開這個公司 開了一大堆公司 我當然不方便講說 好沒關係 聯電好了 那麼聯電在這次之前 你會發覺一件事 那麼他曾經開了非常非常多 在這次上漲之前 尤其在這段時間裡面 他開了非常非常多的 IC設計公司 一下子這家 一下子那家 這時候兩家的形象就差了很遠 當然聯電開了還算是 蠻好的公司 因為後面有漲上來 基本上 但是你去看我們台灣的 傳統產業裡面 有很多公司都不曉得開到哪邊去的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看到這種所謂的子公司 比母公司還要來得更多的 這種公司來講的話 你就要特別特別的去小心它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金手指所講的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他不斷不斷的在炒 炒到最後呢 為什麼今天會講金手指 沒有想到 他的背後他有告訴你 他後面有某些國家的 主權基金在後面撐腰 各位還記不記得 那麼在過年以前的時候 8054的安國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說 原來我有所謂的挪威主權基金 我有挪威主權基金 來這個後面做後盾了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這就是他們厲害的一個地方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就是這一次我們要特別跟各位提到的 在股票市場裡面 那麼真的有的時候 後面都有這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你要怎麼樣去避免 尤其是往往都在利多拉最多的時候 然後呢 比方說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不方便說了 那你去想想看 那麼最近的神盾一下子買安國 安國一下子買新核半導體 神盾一下子又買了這個所謂的這個IP 等等這些然後又併了這家公司 又併了這家公司 這個手法上面很類似 所以我也必須要這麼提醒大家 如果哪一天你看到這些公司 基本上來說的話 都已經開始出現拉回的狀況了 雖然電子公司至少它是有業績的 但是你要特別小心 以神盾為首的話 那這些股票你還是要注意到說 它的本益比的確是沒有想像那麼多 那哪裡有本益比呢 請各位看一下 來我已經幫各位準備好了 那麼在過年以前都漲這些 沒有本益比的籌碼面的股票 它在證明什麼 說實話一點 這些阻力也不是省油的燈 這些融資融券 這些資券八大要領的 也不是省油的燈 這些我昨天跟你講的說 這些所謂的電視劇在演 但是電視劇是歸電視劇 基本上來講的話 那些什麼演 這些他們演的就是阻力 基本上他絕對一定知道 後面有相當重要的消息 那麼後來證明神盾跟三星集團 是有關係的 他基本上他當然已經是有掌握這些 有一些訊息 但是把它做得很大 你懂那意思了沒有 可能他的利多沒那麼好 說不定明年神盾說我只有賺五塊 黃靖哲你算錯了 你說我會賺到十塊 法人你算錯了 你說會賺十二塊 說不定神盾只說我賺到七塊八塊就有了 可能甚至跟你說 那我後面七塊我明年只賺三塊 後面七塊後面賺 都有可能發生 但是基本上他一定是有一件事情 這是阻力要做的 但是這種情況都是因為後面有題材 後面有那個景氣 社會有那個力量 還有趨勢有道 就像我跟你講多頭 所以呢 在整個一個投機股漲完了之後 今天要跟各位講產業謝天機 各位注意 你們有發覺嗎 在過年以前好多股票 來各位看3324的雙紅 我們跟各位講過3017的雞紅 這些股票檔檔都在創新高 2421的這個所謂的見準都跟人家掌停板了 實在是蠻嚇人的 好多股票真的順著AI這個產業趨勢 那AI最缺什麼呢 來我就直接跟各位說了 AI第一個最缺什麼 最缺COVERS 最缺COVERS AI最大的發展就是所謂的智慧型AI手機 智慧型AI手機分高檔跟低檔 高檔我們說過6462的神盾 是算高檔的手機 那中低價位的手機呢 它用的觸控模組是3622的陽華 高檔的CIS 我在節目上跟各位講過 是用8096的晴雅 恭喜大家 那麼中低價位的手機 就是我在後面這幾天 一直跟各位提到的 3538的金像光 金像光還是神盾集團 所以第二個 屬於手機也沒有問題 那麼 所以各位可以從這個角度上面去看的時候 加上黃仁勳一直來這邊 那我幫各位挑了半天就挑這些 第一個本利比一定要低 散熱的也可以 但是你本利比要低 找不到 也許找不到 第二個技術面一定要打底 第三個一定是這種缺產的產業 那麼今天請各位 過年的時候跟你討個吉利 那你給我討個紅包 什麼呢 你趕快掃一下我們的LINE 裡面有像這種的 這個是散熱的吧 水冷系統就是散熱 那麼COVERS跟矽光子 其實現在是放在一起 因為COVERS 將來所有裡面的銅線 都是由矽光子來做決定 那這是COVERS相關的設備 這也是COVERS相關的設備 這叫封裝設備 2.5D跟3D的設備 重點是在說 你各位看到沒有 我幫你選的本利比都是最低的 你現在輕易的去找一個所謂散熱的 來3324的雙紅 你算一下它的本利比 最起碼30倍 對不對 各位看到沒有 找個矽光子那就更不用講了 找個COVERS 隨便去找的時候 8027 這個本利比多少倍 0.28乘 要到88塊錢 400倍是不是 400倍 各位看到沒有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這些都是20倍30倍 等於說在電子股裡面是最合理相關性質的股票 所以我們說過 今天假如各位 掃我們的這個所謂相關性質的LINE 掃我們相關性質的LINE的時候 你會在這裡面找到非常重要的理由 跟這個突解的一個情況 所以請各位 今天我們就先把這個2月份強勢的股票 先跟各位來分享 同時讓各位做好準備 然後好好的迎接新的榮年本身的一個到來 請各位好好掌握住 我們先跟各位講說 你要記得一件事要領取關鍵資料 掃完之後 按這個領取關鍵資料 你就可以做好你的準備好不好 所以開市之前先做這件事 因為開市之後 你一開市就會看到黃敬哲老師 再告訴你這裡面相關性質的內容 在我們的節目上面 再次跟各位來做一個推敲 所以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這樣子才能夠做好準備 所以龍年行大運 或許多謝觀賀 這邊都有同事 可以看到黃敬哲老師 然後再次跟各位來做 包裝單位 forex ville 新址 新址 過年期間跟各位講一下 那麼你的掌紋這叫天地人 有天文 地文 人文 說實話小弟對於命理學 也稍稍有點研究 因為股票市場 其實它是一個所謂的景氣循環 景氣循環很多 那麼古代人不知道 就叫它命理學 所以事實上甲乙丙 你物體更新 我們說過甲就是破甲而出 那麼昨天的節目也跟各位講了 乙就是延續 丙就是工業標丙 丁就是所謂的零丁 或是說這個地方比較盤整 乙就是茂盛 乙就是乙精 耕就是耕替 心就是心骨 反正甲乙丙丁 乙幾根心都有它的意思 可是很少人知道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節目不是這種 昨天我也跟各位講說 青龍年是假成年 代表破甲而出 所以看起來龍年跟著兔尾巴 那麼成代表所謂的卵 這個所謂的卯字 茂盛之後的延續 所以既然它叫做假成年的話 成是成序的意思 假之破甲而出的意思 看起來龍年的AI 跟著兔尾巴的情況 應該沒有太大變動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似乎呢 好像這個老祖先也在跟我們講說 今年的AI是真的很不錯 今天AI快生變成是口頭禪了吧 但是各位啊 AI最缺什麼 一定要想辦法把它掌握住 AI現在最缺的叫做Coors Coors來講的話 裡面其實呢 現在的最新的Coors 那其實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台灣 魏哲家董事長 各位還記不記得啊 那麼台積電本來是雙董事長 一個叫魏哲家嘛 對不對 一個叫做我想雙董事長 這裡面它本身的一個所謂的論文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那麼各位看到這裡面的引擎 它已經改用光纖了 改用光纖之後呢 那麼用光纖的方式 光收發器傳到這個 所以上面的晶片上面這個Coors 基本上就換這塊晶片 它也必須要轉成所謂光纖電 那整個一個過程呢 那麼基本上來講 把這些銅線全部換成光纖的時候 就叫做CPU啊 用光引擎啊 所以伺服器用光 然後Switch用光 然後伺服器用光 傳出來用光之後 後面用光纖來做一個承接的時候 於是啊各位記得一件事 光通訊果然是非常重要的股票 過年之前我們跟各位講說 6442的光盛 還有4908的錢頂 來再複習一下好了 各位看到沒有 融資增加 融券增加 主力進場了 所以你說老師前面會不會過啊 會過 知道沒有 融資增加 融券增加會過 同樣的各位看到6442的神盾 6442的 怎麼會講成神盾呢 來光盛 光盛 融資減少 融券增加 現金買的 融資減少 融券增加是會上漲的 所以光盛繼續創新高 那光盛跟這個所謂的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相關的創新高之後呢 其實啊我還要再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那麼在光收發模組這個情況之下呢 請各位留意一件事 光收發模組裡面相關的股票 通通都會漲 那裡面最明顯的來講的話是光接收器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次來講的話不管是4979的滑星光 是最早期的這種光通訊 或是呢各位現在所看到4908的前頂呢 那麼基本上來講的話 因為它在接收器的一個情況 所以股價漲的幅度是最大了 甚至6530的創威 但是基本上它漲幅沒那麼大 但是基本上接收器是最重要的 那最近呢也有包含3081的這種所謂聯亞 是屬於累金啊 這麼大的股價都漲上來了 這是屬於整個一個細光子本身的一個情況的 那6442那麼基本上這是屬於連接器相關性質 結果也漲上去了 所以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基本上光風訊呢 應該是這個行情裡面很重要 甚至呢未來革命性的一個因子啊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像這個轉細光子 我已經幫你挑好了 哇那其他都長成那樣子 開玩笑 裡面最便宜的應該是光盛吧 光盛2.14元嘛 你給它算起來應該2.8元 93塊錢大概是20倍左右的本利比啊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啊 哇其他的不得了 其他的你算起來的話 比方說好了 6530好了 哇這個開玩笑 這個賺多少錢 賺0.97元 3363賺多少 0.22元 股價78塊錢 這怎麼算啊 這個有本利比啊 我都把你挑好了 本利比最低啊 那麼技術面又是打底 你回去看每個技術面都是打底的 我不是給你找那個咻飆上去那種股票啊 過年前飆上去的股票很多都是我上一集節目所提到的 用融資跟融券方式對嘎把它嘎上去的 但是這些都還沒有漲上來 都還是在穩定的一個情況啊 甚至像這檔股票本利比只有14倍 這個龍頭股票怎麼可能沒漲呢 對不對 同樣的各位看到沒有 這個只有14倍 這個都還有很有機會 你不要說老師啊 這個看起來27.5倍啦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27.5倍算很少的啊 你要不要算算看這個幾倍啊 不是3131 還有另外一次叫6187 6187萬論 要不要算算看這個幾倍啊 0.9元股價漲多少 196塊 你要不要算算3228 這個到底幾倍啊 這個連我都不會算啊 但是我說實話一點 像這樣的股票你最好不要碰 我只能告訴你 它連融資跟融券都沒有 然後一路上網上標 連這個所謂的基本資料都沒有 你最好不要碰 這個 這個連那個 沒有人敢說這個股票到底是怎麼樣啊 今年就是這個樣子啊 它有個題材它就用力做 但是後面一定會長什麼 長真正具有基本面的嘛 就像說哇 你看那個晶圓代工 以前有那個小晶圓啊 台積電還沒出來之前 有很多小晶圓長上去 那最後就會出生台積電嘛 你買那個台積電就好 前面那個你不要買 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那個聯電是 最早期的時候 二十幾年前 聯電比台積電還飆啊 最早期的時候 2388的威盛 我們就這樣講好了 最早期的時候 把這個古代的經驗跟進來 以前2388的威盛 哇多飆啊 後來是不是有了聯發科啊 聯發科才是真的啊 那個威盛基本上是真是假 我就不太好意思再去做評論 因為他現在還在股票市場上面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接下來 去年飆的 我就直接這麼說了 有很多沒有錯 但是你不要講喔 老師飆空氣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股票市場誰說空氣不能做啊 陽光 空氣 水啊 都可以做啊 你還記得當時的這個 易通3452嗎 太陽能啊 後來什麼都沒了 你還記得6244的茂迪嗎 那個時候是股王啊 看到沒有 上千年現在變這樣子啊 這是陽光啊 太陽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空氣也會做 空氣也可以做啊 各位看到沒有 空氣也有人在做過啊 水資源嘛對不對 所以股票市場 我們常常講說 他是一個心理的狀態 所以電子股那更好了 因為電子股有的是 不要講說是空氣中的謠言好了 空氣中的題材可不可以 但是也有比較具體的啊 各位注意一下啊 這就比較具體啊 我當時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 在股市現場講的 那麼18號的時候 三星會推出一個非常棒的手機 這個手機有新助理 Bixby會幫大忙 關鍵字可以寫文案 甚至可以類似ChimpGPT一樣 文聲圖圖聲文啊 當時我在講的時候 各位啊 646的神論 那個時候開始已經在漲了 可是沒有人知道它在漲什麼啊 已經漲了一段了 各位看到沒有 漲到快一百塊了 七八十塊漲到一百塊不是在漲什麼 後來呢 真的出來了 我是不是又告訴你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原來神盾供應給三星S24高階手機 有關指紋辨識相關的系統 甚至還說 傳出來每一個是五美金 如果賣兩千萬支的話可以賺十塊 如果賣一千五百萬支可以賺七塊 這樣子的所有的數字 那賣兩千萬支對三星應該不難 基本上來說的話 有可能 因為三星通常來講的話 它的高階手機都是三千萬支左右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這個看起來如果賺十塊的話 那現在這個兩百八十幾塊錢就算合理 二十八倍本利比 賺七塊的話也還可以啦 那本利比高一點而已 但是至少它已經告訴你是三星了 8096的形雅基本上來講的話 哎呀它也沒賺錢啊 你看沒賺錢 問題是所有的CIS感測元件必須要找它拿 它代理美國的感測元件賣給自己的母公司 賣給三星啊 人家說它是三星的通路商 它拿別的東西賣回來給三星 造成上漲 CIS高階感測元件 所以高階手機出來之後呢 我說過有些東西你是可以推敲的嘛 那中低價位的手機就會出來了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我認為過完年之後中低價位的手機 你說老師是不是金向光 我公開說我認為是啊 為什麼 因為本來是用所謂高階的感測元件 那時候台灣人用不到 台灣用不到啊 那除了這檔以外還有另外一檔 我們掃在LINE裡面你可以去看看 在LINE裡面還有另外一檔 同樣362的楊華 楊華說現在呢 楊華今年算是大轉機了 為什麼叫大轉機 一開始的時候 楊華什麼錢都沒有也賺不到錢 結果弄了半天了 楊華只好去做什麼 做電網 幫他的母公司1618的合計做電網 結果呢這次來講 三星又要給你訂單了 當然我們過年前就做這些股票 過年前就是這幾檔股票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我們再稍微複習一下下 來注意神頓 融資增加 融券增加 看到沒有 怕不怕不用怕 只要有融資跟融券 代表怎樣 主力的成本在這個融資上面 所以主力的成本就在這裡 一百七十塊 就在一百七十塊 你說老師我要長期持有 我覺得現在就直接告訴你 跌破一百七十塊一定要走 但是基本上跌破一百七十塊已經很多了 跌一百一百一十塊 有沒有可能 要不要注意一下下 這是第一個我們所看到的主力成本 同樣的8054的安國 來 跟一樣的道理 來 從這個融資增加的地方 就是它的主力成本 也就是你所講的支撐 一百三十塊 看到沒有 這是很好的方法 這是高檔 如果你又追進去的很好的方法 當然第一檔的朋友在另外一個價錢 所以它也是用 都是用融資跟融券去做 這種都是所謂的主力操盤的所單手法 但是這些漲完了之後 我說過一件事情 那會不會漲3622的陽華 陽華至少有一點基本面 它EPS是有給你的 會不會漲其他的有基本面的個股 我認為這個部分當然會有這個機會 將來我還會再繼續推 推有關三星手機有基本面的股票 但是各位看到沒有 像這種水冷系統只有14倍 天啊 這已經算便宜了 矽光子只有16倍 天啊 這算便宜了 看一下這個多貴 看到沒有 同樣的清洗設備 這是屬於什麼 這是屬於Covers 14倍而已 這只有27.5倍 這28倍 這都算便宜的 今天掃我們的LINE裡面 你就可以掌握住 相關性質的一些個股 並且再次跟各位通知 在過年期間我們還是有值班人員 願意直接跟上我們的 我們所有的節目你都看了 希望龍年行大運 龍效九天了 那我們公司裡面還是全面五折 希望各位好好把握住 這個可以讓你優惠的價格 然後明年大家一起龍行天下 本公司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呼呼當知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現身評估 並視乎不投資風險